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牙齿 结果突然要做贴片的时候发炎 所以我整个脸就肿裁 那诊所的那个医师就比较紧张 他就跟我讲说 我送你去慈激 因为他有一个很合适的医生可以 就是帮我打抗生素要降下来 所以我就进了慈激医院 可是因为我本身是基督徒 那我又不是那么习惯吃素食的 会有点觉得怪怪的 所以他就非常暖心的 因为他可能住在那附近 他就说 我来帮你送个便当好了 那就自从那一次之后 跟我花了蛮长的时间聊天 才开始慢慢有了火花 那有一次是因为我的朋友们 就突然知道说 他在半夜打电话给我 可是我们其实那时候很晚在就聊天啊 可是我有点睡着了 那他就打电话来 朋友们看到我的手机 不接 就不接 然后突然把灯都打开打亮一点 然后大家讲话也就停止了 他们就把我摇醒 就跟我讲说 我有事要问你 这家伙为什么打电话给你 他说我男朋友啊 对 男朋友打来很正常啊 可是因为我没有特别去跟他们 多说些什么 他们就说 他有女朋友耶 蛤 嗯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怎么可能 你们没事吧 我们已经在一起有几个月了 那不可能的 后来我就比较小心翼 就开始去 有点像是抓 对对对 那我就想说 不太可能 应该不会他在另外外面很花之类的 所以我就常常查清他的手机 就开始播 他的那个手机很厉害喔 通话讯息都空白的 哦 简讯讯息也是空白的 有准备啊 这个 不是老司机动作不会这么快 对 有几个是 可能是男生的讯息或通话记录 那他有跟你解释吗 或者对不起忏悔之类的 我有跟他提过 可是 他给我的 他给我的答案是 我没有办法接受的 他说 我是爱你的 嗯 但是 你不是小三啊 嗯 你绝对不是小三 然后 就是我跟你在一起 我只是因为 这个男 这个女生 他跟我 在一起的时候 是在我当兵之前 嗯 然后那时候我也很 就是你知道 嗯 演艺事业很好 可是当兵的时候 是不是就没落了 嗯 那在那一块 最我最沮丧的时候 这个女孩子陪着我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债 我是要还的 嗯 所以我就一直就 没有特别去提的 你是听到这种理由 我都想知道是真的 还是 对 我那时候当下我也是这样讲 对 可是地球是圆的 那我 我这个人其实 不太恶言相向 我个性很直接 那我就觉得 你怎么会遇到 工作上还是会遇到 这很尴尬 真的很尴尬 而且我也没有就是 真的公布恋情 嗯 所以当下其实很痛耶 嗯 可能好几天 就每天都是在哭啊 嗯 可是我就是知道说 我不能再跟这个联络 或他打电话给我 就是都不接 嗯 后来我们又在工作上 联络到了 嗯 就真的希望就是 跟他是当朋友 但不会断耶 嗯 就是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嗯 每一年他只要知道我 回台湾 他都还是会打给我 哦 那我现在就是 我觉得这种 他也单身 他好像 算单身 就还没结婚 还算单身 但是 到现在搞不清楚 下一个 因为我不想要太 因为我个人是觉得说 这种渣男啊 即使你跟他断了 但他就是一个烂蝴蝶 他就会一直在你旁边 他也有讲一个 有个sign 他你身边的朋友 他也基本上去这个 看过一下 对 这种真的是 小心 好 好 谢谢大家